原标题 德国女摄影师 用相机记录了百年前的老北京成贺达莫里逊 Hedda Morrison 1908到1911年 1908年生于德国南部的斯图加特 父亲是个出版商 赫达在十岁刚刚出头的时候 就有机会开始摆弄起一架照相机 从小就待在出版社里的赫达 对摄影有着浓厚的兴趣 而这也促使他后来成为了一名专业摄影师 24岁那年那年1933年 赫达偶然在一份摄影杂志广告上发现 中国北京的一家德国人开设的哈同照相馆 正在招一名女摄影师 并著名慧英法 得三种语言 且必须是德国东南部的资法本人 看完之后 他觉得这个职位 简直是为他度身定做的 加之当时的他不喜欢德国的政治状况 虽然工资不高 所以才招女性 但他还是决定前去应聘 那个时候的中国 对于一个年轻的德国女性来说 实在是一个妖不可及的地方 然而他还是踏上了去中国的旅程 临行前 他的家人还送给他一把防身用的手枪和一把雨伞 都被他扔进了大海里 随身兼有的重要物品 就是一架双镜头反光相机 此后 他便开始了在北京的摄影师生涯 在北京的这十三年 陪伴在他身边的 就是那台双镜头反光相机和一辆自行车 一有空闲时间 他一个人骑着自行车 跑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 名胜古迹 除了北京城内 他还独自去了周围的西山 山东 承德等地 如今 他拍摄的景物大多已荡然无存 不论是老北京的风土人情 还是就见就影 都随着时间的流逝 而不复存在了 这是一张赫达以招自行车的照片 很少有人知道 这位杰出的摄影师都过小儿麻痹症 右腿略短 有点过情 赫达莫里逊1946年 赫达与阿拉斯泰莫里逊结婚 跟随丈夫庆 改名赫达莫里逊 同年随着中国内战的加剧 莫里逊夫妇决定离开中国 1947年11月移居沙捞月 一直到1966年离去 在此期间 他曾经为马来西亚政府担任摄影工作 1967年之后 移居澳大利亚的坎培拉 1991年 克达莫里逊病逝于澳大利亚坎培拉 4年 根据遗嘱 他在中国大陆13年间拍摄的一万多张底片 和6000幅照片 全部赠与哈佛大学研经图书馆 莫里逊夫妇离开了中国之后 中国的大门再次向外部世界关闭 直至三十年后重新开启 此后 克达莫里逊曾经两度回到他阔别三十多年的京城 此时他钟爱的北京城墙已经荡然无存 带之而起的是高楼和烟中 他虽然对此失望 但批评的态度还是非常温和的 很容易让人质疑的是 让北京发展到今天这样庞大的规模 以及在这一干旱的地区建立这么多工业是不是件好事 如果能采用一个更具想象力的规划方案 能不能至少保住北京的城墙 尽管如此 北京依然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之一 自进城端门中楼前 正阳门城内关地庙老爷庙 今不存正阳门正阳门 在长城上抽水烟的男人 远眺正阳门与建楼 城墙位置为今前三门大街 库城壳位置下为地铁二号线 就是因为修建这条地铁 诸多残存之五六十年代的城门与建楼彻底拆除 永定门建楼 与城永定门建楼 与城一和圆西低 圆眺万寿山一和圆十七孔桥一和 圆东低圆眺 万寿山降紫外金水桥 天盘七年门内 望西年殿 天盘七年殿 天盘七年殿 门西罩 前门外台楼 前门 前门大街 解化门 及今朝阳门流离城 安定门内大街 北海白塔 北海太叶荷花 北海远眺五龙亭北海内 眺望景山中变门墙流 如今所在东二环 北京最拥堵路段之一 东变门墙流 东雪中的解化门街面上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dvoc下榜 初正在几十点 前门